2022银河娱乐澳门国际马拉松赛道介绍 半程马拉松赛事将于12月4日早上六点净起跑 赛事的起点切于澳门运动场 跑手在起点起跑后经由运动场的出口离开 向右转 于体育路出口左转 并于运动场道右转东亚运大马路 到东亚运界与东亚运大马路交界 左转重新进入东亚运大马路 经东亚运原营地右转进入海洋大马路 经海洋花园大马路 跑手将会由苏利安原营地右转进入史伯泰海军将军马路 于是白泰海军将军马路与劳运约马路交界接返 跑手将会跑进加洛比总督大桥 跑进澳门半岛 经加洛比总督大桥到亚马拉前地 左转进澳门商业大马路 左转进何鸿新博士大马路 途经雅文湖畔 左转进孙逸仙大马路于方学馆方向 途经观音莲花园 并于方学馆前原营地前折返后 重新进入孙逸仙大马路 向西环大桥方向 经西环湖广场 进入何鸿新博士大马路 左转进民国大马路 右转进孙逸仙街 经马国苗 左转进西环湖景大马路 至西环湖景大马路 与西环大桥隐桥交界处接返 上西环大桥隐桥 经由西环大桥返回陈仔 于东亚运园形地下行车隧道 直行进入东亚运大马路 于东亚运街 左转进入东亚运大马路 于交界处 右转进入东亚运大马路 近马长方向 经澳林匹克游泳馆原营地 左转进入运动场道 右转进入体育路 再左转 跑进澳门运动场内冲船 路程全长21.0975公里 祝各位有一个愉快的旅程 成功挑战极限 送与祝国各转提供 高度